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今天是搬家后的第二天晚上 现在是凌晨一点多了 然后昨天搬家家过后我们就回Subhouse睡 所以昨晚我们是一样睡在Subhouse 但是今天是我们第一晚在新家这边睡觉啦 所以你们看到我们 你们看到我身后这堆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从Subhouse过来的时候 用车载过来的 现在我们要大致上的 拆一点东西 然后今天 重点是要开箱我们的双人床 YES 今天终于可以睡新床啦 哈哈 因为在Subhouse那张双人床 我们没有带过来 我就把它放在Subhouse那边 然后搬来这边新家过后呢 我们的床是新的双人床 这个人 他在做么呢 好 他在涂口红 几点你要半夜涂口红 你要做那个什么什么汗度啊 要拍片 好 要拍片 OK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去房间 开掉我们那个双人床 然后铺上我们昨天新买的床垫 拖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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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冷 WOW 看到吗 这个是我今天要开箱的床 Better Slip For Joey Joey 制作品 OK 你们看现在它这个样子啦 OK 你们会想象的到一个双人床 只是用一个这样的size的箱子来装 我觉得这家公司它的贴心 其中一点贴心的块就是这个 它就是把一个king size的双人床 用这样的一个size的盒子来装 它的原理就是真空包装 应该是因为真空包装才做得到 可以把它充分的压缩到这样的一个size 然后听说啦 这个床开箱过后 它的那个膨胀变成一个双人床的那个效果 那个视觉感受很深 所以我很期待它那个效果 现在就马上来开箱先 来刀片 OK我们现在就来开箱 哈哈 我怕它会割到里面的东西 它不会啦 OK 哇这个新的刀片很好用 这新的刀片很好用 这个很稍微 新的一定要好用 因为是新的刀 新的宝啊叫什么 嗯 新的脸脸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OK来拉近点刀 我怕这个相机有点太远 我拍不到 哇 各位 你们看到吗 一个双人床啦 竟然可以用这样子的东西来包着 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他把他拿出来 先把他拿出来 小心脚啊 把他拿出来 来你你握住后面的箱子 我要把他拿出来 因为我单手 挂住挂住 OK准备啊 3 2 1 COME 登登登登登登 你要先真的拿 来 OK 3 2 1 啊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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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得出这样子的东西是King size吗 我觉得不错啦 包到真的 可以把这样大的双人床包成这样子 首先叻 需要拆这个胶袋 OK 现在这个床 这个包装袋 我们就把它拆开了 然后这个床叻 就在这一边 OK 现在叻 嗯 来你帮我拿着 嗯 再拿着 然后呢 在他的箱子里面叻 他就会有给这个东西 这个是 unwrapping的那个工具 OK 非常的贴心叻 就是拆下来 哇 这个小刀 这个是4KINE你的床的那个 这个整空包装袋 OK 所以我就打开这个刀 我跟你讲 我最期待就是在这个4个 好重啊 这个 这个重量真的是 震材死了 很重耶 OK OK 要完 嗯 有听到声音吗 它开始在放旗喔 放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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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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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现在我要用这个导片 开一下的包装 来 真正神奇的时刻 哇 哇 非常利用 這個他好像不是玩的 喔 他有感覺喔 哇 那啦各位 來來來來 你知道他聲音嗎 可以開掉他 你看到嗎 哇 捧起來喔 捧起來喔 膨胀啦!各位! 它那个声音很像下雨声音 好,全部开简 一个Skin Size的双人床就这样子呈信了 OK,现在这个床叻 就已经开掉packaging啦 然后现在我要正式的躺下去try一下 哇,讲真的啦 真的是 舒服 讲真的,真心的推荐 真的是舒服 哇,很软耶 什么啊? 很好睡 哇,好舒服啊 很软真的 它又不会那种 又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 它就刚刚好那种 它的硬度啦,就是我其实有study过 它们这个brand的床 它们的硬度喔,其实是在 10分是满的话来讲啦 就是0是最软 10是最硬嘛 它们的这个硬度是在6.5 就是这张照片讲它显示 6.5的那个 的那个硬核软度 就是它在中间再高一点点 所以这个 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一张床 啊 啊 真的是爽 哦 OK,我现在要来做一下实验 就是 关于这个Joy mattress 这个床的实验 就是哦 它有一个function 不是讲function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 你 讲讲叻 因为Kings在双人床 是两个人一起睡嘛 是顾名思义 就是两个人一起睡 然后 我现在做一个实验 我把这个空的水平 放在旁边这一边 OK,我放在旁边这一边 来,然后你拍我 OK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当你两个人一起睡觉的时候 你的左边 或者是右边的另外一半 有什么动静的话 就是你的那个side 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你看 那水平现在站着 对不对 仔细看哦 它只有动了 它只是 它不会倒 哇 它是不会倒的 所以 睡在你个壁的那个人 我那次不会被你那个床的跳动 等一下要跳多一次 我以为你移到床了吗 我移到床了 它都不会倒 太大力了啦 有一个坏事 你交不到你另外一半起床 起来哦 不要起来 起来 这个噪音就会醒了 很累 如果只是动的话 不会吵到我的 因为它真的是 舒服 看啦 以后我就叫不醒Cherry了 OK 如果你们对这个床 这个床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 啊 先让我躺一躺太舒服了 啊 OK 如果你们对这个床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下面的那个 视频那边呢 点击那个链接 然后可以使用 呃 我的Promocode Ivan 那个Promocode在下面啦 在视频那边 你们可以用我的Promocode 然后就可以得到 150块的折扣 然后 如果是我啊 我就已经 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然后今天会有很多人过来 送 送电器啊 送家具啊 然后来安装WiFi之类的 然后我的朋友 Terry 那间就从他那边跑过来了 因为他们在隔壁Vlog好吗 他是跟Manny还有Dixon他们一起住嘛 然后他们从VlogD 他从VlogD走过来 然后就靠北很喘 对 看到我这样减肥了 你看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每天来找我 你觉得瘦 瘦啊 你每天来找我 你觉得瘦 我不需要瘦 我需要肥 现在 送电箱的人 把冰箱送过来啦 好 好大啊 这个冰箱 已经够洗油跟Cherry两个人了 然后同时 装Unify的人也在那边装着 一个安装Unify 一个后面在那边安装冰箱 对所以今天有很多东西 在今天送过来 yeah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IKEA 对最近感觉上 感觉上跟家事还有装修都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今天来IKEA勒 他也是要选我们新家的一些家事啊 床架 沙发 之类的东西 然后 四个了很久 终于跟Cherry来体验 不是第一次啊 可是 你是第一次啊 我是第一次 Cherry第一次吃IKEA的食物 因为他听讲IKEA的那个肉圆都很好吃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来这边try 不是肉圆 是肉圆 这个肉圆 然后我们叫了这个鸡椎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二人世界 OK我自己也很久没有吃了啦 然后我也忘记了IKEA的食物是什么味道的 所以 开动啦 OK我们买完我们的东西啦 没有买很多大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买床架 然后我们喜欢的那个款式喔 偏偏就是没有king size 然后我们原本想要来这边买沙发 可是 我们喜欢的那个款式叻 没有货了 就是temporary no stock 所以 沙发也买不到 床架也买不到 之后咯 之后再看去哪里买啊 所以都是买这些小小样的东西 然后 他们内是偶遇的 偶遇的 偶遇的 OK来 太巧合 喂 哇 不要多骂欸 做 我想要睡 睡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 好 原来是这样 这样我刚才听错了 真的是错 是 都没了 可不有 你 蝇 来 没 我